大家好,今天2017年8月26號 今天我們來教大家怎麼種四家的種子 在大概兩週前我在這邊把吃完的種子 已經種下去了,那我先挖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來介紹 這個四家的種子呢 看了一下,這個尖端的部分呢 這邊是不會發芽的 那它是從這個 靠近這個果肉的地方,這邊在發芽 那這批種子呢,我有的有破殼,像這樣子 破完破殼之後呢 裡面的果肉是種人是白色的 那有的像這個,這是沒有破殼的 破殼前呢,我會將這個種子呢 泡樹大多,就是活力樹 泡一天,泡一天以後再種下去 種下去之後呢 像這個有破殼的種子呢 大概一週內它就長根了 那各位現在看到這個呢,沒有根是因為 被我挖斷掉了 那這個呢,是大概兩週 這個沒有破殼的發芽發根大概是兩週 所以你沒有破殼它發根的時間會比較慢一點 如果你要它早一點發芽的話 你可以找硬物 把那個外圍的皮 這個外圍的硬皮呢 靠近這裡的這個位置呢 我找個東西筆 就是這 這個位置,頭端的位置 這裡 這個地方呢 你用剪刀呢 或什麼硬物呢 把它稍微撥開 像這樣子撥開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它的發芽率呢 它的發芽時間就會提早 比較容易發芽 那我們今天節目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